台北世界 就是長期的已經到幾年了 對對對 好 好 那那個 我們最主要介紹的是 OpenSIP 然後今天只有20分鐘 所以就做簡單介紹 這樣 然後這是今天主要介紹的東西 然後今天投影片版本 版本有修改 像上禮拜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會先介紹 OpenSIP有什麼東西 然後再介紹跟動畫還有 程式開發有關的部分 然後再看Second Life做比較 然後再簡單講一下優缺點 然後 然後現在一開始我們先介紹什麼是OpenSIP OpenSIM的話是 OpenSIM-related的景色 然後它是一個虛擬世界伺服器 然後 虛擬世界伺服器 像剛剛大家都用的 那個Second Life 就是所謂的虛擬世界 那這個就是一個 OpenSource的 那個虛擬世界伺服器 那它是由許多 MARCHO和ENGINE組成起來的 那 簡單講一下 像模組的部分 像是資料庫 它就支援很多款不同的資料庫 那它是用模組的方式做掛散 那引擎的部分 像是 剛剛做棒球那一組 為什麼它球可以丟出去 為什麼 可以設定阻力啊 然後 球數那些 那是因為 就是已經有現成的物理引擎 那Second Life裡面 物理引擎當然就是 它預設好的 可是 如果你是自己架設的話 當然就有不止一款 物理引擎可以做使用 然後 所以其實這自由度是很大的 然後 特點就是 可塑性很強的平台 因為你引擎模組 都可以自己的做器材 然後 你也可以自己做開發 那 運行於多種平台 它不但可以架在 Windows上面 然後 Linux上面也可以架 MacOS上面也可以架 就是大家 常用的作業系統 都可以做架設 那可以支援各種 Viewer 就是 像大家平常 上Second Life用的 都是Linden Club 那 它當然也有別的 Viewer 可以用 當然你們用 原本用的 Viewer 也可以來做連線 然後 我們講一下 關於開發的部分 關於開發的部分 它 這一套 這一套 社群它是用 C-Shop來做開發的 那 所以 那它裡面 當然還有支援 別的 程式語言 那我們等一下 後面會專門 就介紹 然後 歡迎你來寫 插件 對 上次後面打文化 就是打 55 因為這樣 好像老師 可能聽起來那個 比較短 然後 就是 因為 Open Source 那 像剛剛 那個物理以前的部分 你也可以自己來寫 那後面 會講到就是 程式語言部分 也有擴充的功能 那我們也是可以 自己來做開發 所以 因為 自由度很高 所以 就是 那關於使用的部分 那關於使用的部分 這就是 那個 我舉幾個可以連到上面 有支援的 看來端 那 林登看來大家常用 OK 然後 第二個 HIPPO Viewer的話 它是一個專門用來連線 這種 那個 這個 OpenSync的那個 Viewer 那它在做設定的部分 比較簡單 那像林登看的話 大家原本 預設都是 那個連線到 那個 Second Life的伺服器 那 就還要做一些參數設定 就不用 那甚至用那個 Web Browser 就是用你的瀏覽器 也可以 就瀏覽 然後 這是架構圖 這看起來就有點複雜 那 而且是有點小 我會講一下 這樣 左上角 就是Client的部分 那這個 Server主要的架構 它是由幾個 小的 小的Server 組合起來 那使用者主要是連線到 User Server的部分 就是 這裡 User Server的部分 就是這裡 然後它會判斷就是 這個使用者帳號 存不存在 然後 它會跟那個 就是會知道你目前 所在的位置啊 等等的資訊 然後 它會跟 Grease Server那邊 取得 就是譬如說你現在 取得其他的資訊 然後 像後面的那個 第三和第四的 就是 第三的話是 用來 儲存 那個 虛擬世界裡的物件 你所有寫的script 你寫的物件都存在這裡 那第四的話就是 你這個使用者有什麼財產 那它 就是你財產庫的部分 然後 就是 它是分開做儲存 然後等你使用者得到資料之後 它就會連線到 OpenSync的部分 那這就是 主要 那個 我們架起來 OpenSync就是這裡 那它主要是由這幾個 Server來 跟使用者做溝通 看起來其實 有點複雜 就是 然後連線的部分的話 那個 要注意的就是 你架設的時候 就是 它每個region是分開的嘛 然後 你region的話 的 IP要 要設定一下 這上個禮拜其實有講 那 因為我這禮拜沒有把安裝的那個 部分 那個 來做 敘述 所以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 因為它那個 它其實是User Server 跟Gree Server 拿到你的 那個 你現在在哪個region 然後它把region 的IP傳給你 那其實是可以在不同 伺服器上面的 所以如果你 region Server 你region 設定的時候 設定一個內部 網路的IP的話 你User Server 把這個IP傳給別的使用者 它並不能連線到 你的伺服器裡面 那就是 這是做 系統管理的時候 就是要注意到的地方 然後 連線的部分 如果你是用 Lindenclient的話 要在 那個 你執行的時候 要加 才數 就是login URI 然後後面加你伺服器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連到 OpenSign 那個伺服器裡面 然後 TipleView的話 它是專門為這座設計 所以其實 比較 其實比較人性化 就是你只要在它那個 該填的地方填一填 你就可以連線過去 然後 這個是 如果你自己架設 OpenSign的話 因為 上面 你架設進去 它其實是空檔 是空空的 不像 所以看來附進去 已經有很多現成的東西了 所以如果你要從零開始做的話 你要 從 每一個物件 你要蓋一種房子 要從一樁一瓦 開始堆疊的話 十分辛苦 上帝是很辛苦的 然後 如果你要那邊造山造海的話 會浪費你很多時間 所以就有這個 OpenSign Region Archive 那這個是 其實是用 讓你打包的 譬如說你今天開發了一定的東西 一定的數量的東西 你可以把你整個倒打 打包起來 給別人用 這樣 那所以這是促進大家做交換 那現在其實 網路上也有一些現成的島嶼 那些 然後上面已經有蓋好房子了 你也可以使用 之類的 那是用這東西做交換 不然 等於不然大家自己架自己的 要都自己傳發是很浪費的事情 可不可以從現在 塞克戴裡面 包格式的轉換 他們有沒有這個 因為 塞克戴不支援揮出 而且塞克戴不支援揮出 而且塞克戴不支援揮出 他們其實很注重你的智慧成安全 對 他不會隨便讓你把東西揮出去 然後再講有關動畫的部分 動畫部分 因為上週就是有點少大家 那我們今天不少大家 就是 他大致上和塞克戴不支援一樣的 那我們其實也有 做 拍攝 我們組員有幫我們拍攝一些影片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先講一下 就是 我們的動作啊 都是跟第一組 摘聲 摘聲他們那一組 因為他們那組有拍影片嘛 然後做了很多動作 然後我們是跟他 跟他們借那個動作的檔 然後在兩邊做比較 然後我們隨便簡單的看一下 我們看這個好了 這個是在 先看這 在OpenSync上面的動作 就是這樣 就是 朝拜的動作是這個樣子 然後 這個是在SecondLive上面 然後其實差不多啊 應該是說一樣 那我們再隨便再卡一個 看這個 這是在SecondLive上面 然後這個是 在OpenSync上面 其實是一樣的 那如果大家有覺得那個 動作不一樣 那只是在拍攝的時候 就是 那個 速度可以設定 好 然後再來講 Scoop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 跟開發者比較相關 然後 它 基本上 因為它有很多 那個Scoop Engine的支援 所以其實你可以做替換 或者是你可以做進一步設定 那它預設 一樁號的時候 其實它是只支援 Link跟Scoop Language 就是大家常用在SecondLive裡面 寫的那種語言 那它OpenSync 因為 現在最大的那個虛擬世界 就是OpenSync 就是SecondLive 所以它現在目標就是 先 要跟SecondLive做好相容 所以它預設是 有支援這一種 那你進去 你就可以很習慣的使用 這一種 語言來做 來做開發的動作 那其實它 因為它 畢竟那個 就是跟那個不一樣 它只在做相容的動作 所以它支援度沒有達到500% 那它官方網站上面的Wiki 它其實有 把每個function 或每個event 它都會有寫說 目前有沒有支援 或者是支援狀況是如何 那原本我們是有想要做 這兩邊比較 可是竟然大家都 其實那資料已經很豐富了 所以就 我們就沒有再多做比較 然後 那因為我們竟然今天自己架了一個 伺服器 我們就是自己的神啊 所以我們 應該有很多 因為原本是大家 在共同一個環境 所以它很多 權限不給你 像剛剛那個 做那個光劍的那一組同學 那他們不是說 那個原理的部分 他們沒有辦法直接 直接控制別人 沒有辦法操控別人 可是今天既然我是 這個世界的神 我想要做什麼 當然沒有